看的是新闻一加一 中国足坛的扫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反不行了的局面 那到底这个现象有多严重呢 接下来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一加二加一指的是一名门将两名后卫一名前锋 这是辽宁日报的文章中披露的一个赌球规律 消息来源并未署名 而是以熟悉内幕的人士代替 这个规律是赌博团伙通过多年时间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 而这个简单的加把运算 则被参与赌球的人奉为中国联赛的赌球公式 熟悉足球的观众不难理解 在比赛中两名后卫加一名门将 足以决定一支球队丢球的数字 可以说想输几个就能做到输几个 但是防止前锋不懂事 还必须要做一名前锋 此外并不是把球员的手机没收了 房间电话掐断了就可以杜绝赌球 通常在一场比赛前的球队准备会签后 球队中参与做球的大哥级队员会召集几个主力队员 选在某个公开场合下聊天 告诉大家这场球要怎么踢 然后他会给每个人写一张数额诱人的借条 比赛已结束 只要结果符合赌博集团的要求 凡是上场比赛过的队员 除了能收到借条上的金额之外 还能额外再拿到一笔钱 由于做事仗义 分给弟兄们的钱也多 大哥级球员逐渐在球队中树立起威信 所以一年下来几乎不会失手 同时两年日报还披露 个别俱乐部的管理层 作为中国联赛赌球现象中 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也必定会直接干预球队的管理和用兵 于是球队的成绩总是大起大落 教练的更换也更加频繁 近日随着中国足坛反赌风暴的开展 有关赌球的各种黑幕 也被纷纷总结出来 其中的各种细节 无疑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但是对于赌球本身 公众却早已熟知 因为自从中国的职业联赛开始以来 对于球场上怪现象的声讨 以及对于打黑力度加强的期待 就一直充斥在赛场内外 这是今年九月份 一场再普通不过的中甲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四川队对青岛队 然而比赛的最后五分钟 却显得异常诡异 青岛海力风队队员 三次提出有些刁钻 力度近似于吊射的回传 进出本方门将一身冷汗 尽管赛后青岛海力风队领队 前锅脚蔡胜表示 自己的球员为了保住胜果 所以回传门将 但现场的球迷 还是发出假球假球的怒吼声 而四川队主教练魏群 对涉嫌赌球的传言 给出的回应则是 只是曾要求对方放水 并称这种现象很常见 与此同时 相关人员将此事 及时上报足协 但足协却给出 难以处罚的态度 相对比的是 挂在网上求 好吗